小庞 小庞 这一次的小帮手任务是 小庞 小庞 小龐这次要挑战的是 捡栗子 说到栗子 就让人聆想到 他那长满了刺的外壳 小龐能不能顺利捡到栗子呢 天才黑猩猩小龐 和派档的牛头犬詹姆斯 共同挑战小帮手任务 小龐和詹姆斯的 小帮手大挑战 秋天的美食 开开心心捡栗子片 小龐背上了竹篮子 手上还拿了一把 紫粒子不可少的夹子哦 それでは栗拾いに 行ってきてちょうだい 栗子圆就在附近 小龐在出发前 才第一次背着竹篮子上路 公子先生这一次 也跟在后面 愿愿地守护着他们俩 两个小渣户 这次要去的是 离田地不远的一座农场 那里就可以捡栗子了 只要继续往前走 就可以看到农场了 没想到 没想到 以前竟然出现一只凶恶的大狗 小龐突然开始狂吹 小龐因为害怕 根本就不敢继续往前走 结果 结果 加姆斯竟然自己先跑了过去 只剩小龐独自被留在原地 这时候 小龐 这在做什么了 竟然躲在竹篮子里头 好 好 总算是胜利通过了 就这样两个小家伙抵达了农场 公泽先生事先已经取得农场主员的时刻 也帮小龐付了入园费 然后 小龐和詹姆斯来到了粒子园 当然你已经事先告知其他游客 两个小家伙要来的事 好 小龐也要开始捡例子了 但是 他到底会不会使用夹子呢 结果 小龐看起来干净十足 他拉着詹姆斯加入了大伙的行列中 开始寻找粒子 可是 粒子园的地上掉落了很多空的秋果 两个小家伙好像有点更不难行 就在这时候 小龐找到了一个好大的粒子 可是 他能用夹子顺利把粒子捡到篮子里吗 掉到外团去了 好 这次要好好捡 小龐 好 小龐 成功的把粒子丢到竹篮子里了 接下来 不愧是小龐 不愧是小龐 之后他又捡了不少粒子 不愧是小龐 之后他又捡了不少粒子 其实 小龐忘了这天的任务 事前已经和龚泽先生进行过夹子的使用练习 说 小龐捡到了很多粒子 可是 不愧是 小龐看到的是 原来一般来说 点粒子都会把球果给去掉 只把里面的坚果带回去 不过这对小龐来说是个大难题 因为工泽先生根本没有教过他 小龐决定 小龐决定 把辛苦捡来的粒子 全部从篮子里面倒出来 然后一一把外壳给剥掉 可是 其他游客都是用鞋底踩住外壳 然后把粒子给夹出来 但是小龐他 没有穿鞋子 到底他要如何把粒子给夹出来呢 小龐究竟要怎么做呢 that 您让联系 这一次他决定要用手 但是小棠不放弃 想尽办法要把外壳拨开 小棠竟然跳进竹篮子里 然后借由太阅的力道想要把外壳压扁 原来如此 这样脚底板就不会痛了 最后他成功地利用竹篮子把外壳拨开了 小棠爬了起来 再度跳进竹篮子里 继续努力地跳跃 小棠好像很乐在其中 小棠就在这时候 小鹏 受货刺到了他的头 小鹏 你没事吧 太好了 看来好像没什么大碍 把吃掉外壳的栗子 全部放到竹篮子里面 请看 小鹏捡到了这么多的栗子呢 真是大丰收啊 小鹏 詹姆斯 辛苦你们了